我们进入到第五品了 下课的时候前嫌再问 他六足在讲 讲到修禅定 不再看心看尽 看不动 这好像跟我们过去的认知 有一点差别 为什么 我们讲观自在菩萨 往里面观 始觉照本觉 要看看自己那一颗心 有没有被外面的境界风给吹动 然后被吹动的时候 对境起的是染污的自私自利的心 还是原民的本性 它起了一个作用 所以明明我们在过去的诸步经典里面 都教我们回光返照 无日三省无声 检查自己的身口意 有没有行为上的一个错误 为什么这边六足说 不看心不看境 为什么 和学已经提示过各位前嫌 六足讲的是顿教大圣 它的立足点是极心极佛 这也是我们过去所说的性本不用修淡漠污染 对不对 那我们已经被污染 所以对因地的凡夫而言 你有没有修这个字 有 你也有干净 也有肮脏的这样的一个对立 是不是 所以你要有因地的事项上着手的功夫 你要借由读经 念佛 持咒 听道理 去降服我们的妄心 那个叫做事项上的一行三昧 借由这种功夫达到理上的一行三昧 回归到你的自信本体 请问你 自信本体 离善恶的对待 哪有染尽之别 所以这个事站在果地上 你成就以后 看你的真如自信 何来这么多的麻烦事情 可是你在因地起修要有的 所以这是我们在读经的时候 常常会有一个觉得茫然失措的地方 这是明明这边说要 那边又说不要 到底谁说的对 而且两句话都是佛说的 那你要看佛是对哪一类的众生讲的 佛奖经 他对四圣法界 六环法界 讲的道理是不一样的 但是不论任何的一个包装 都是回归到我们的自信离体 让我们能够开发自信的光明 练就一生的好本事 所谓的好本事 也是自信里面的特质嘛 所以参禅悟道 跪在能够什么 借由明心见性的时候 二六十钟 我们自信能够做主 那跟你的身体外在 所展现于外的相貌有关联吗 有的时候我们坐在那边 我们未必安静 你看我们躺在那边都还什么 还睡不着呢 不安静 做梦 是不是 那你看那个大德者 来匆匆去匆匆 他安不安静 他安静 所以跟你外貌的相貌 没有直接的关系啊 他重在一个心的纯净度 可是凡夫在因地起修的时候 他确确实实 他每一天要找一个时间 去沉淀我们的情绪 藉由沉淀心脾气和达到回光返照 内照省思的那个目的啊 所以你要把因地的起修 跟果地上谈自 谈论自信本体的那种的角度 你要先抓出来 就不会在听经的时候 或者读经的时候 觉得好像奇怪呀 前面说要 后面又说不要 所以坐禅是有助于明心见性的 但是那个坐字就是 你能够借由那一段 短暂的身不动的时候 能够心能够平和下来 因为人身不动 他的六根对于外面的东西 接触的不多 他就不容易受干扰 你看我们走出去眼观八方 八方在这边绕到180度 那边绕到180度了 要不然最多也就是四方了 所以我们要一定在学习的过程 他有一个起步入手功夫 但是如果你把起步入手的功夫 坚决执着一定要如此 认为这个就叫做禅 他就大错特错 所以不论我们坐禅也好 我们读经念佛持咒 它是工具 事项上的东西叫做工具 它是辅助我们达到什么 达本还原达到理向上的 如如不动 所以不要把这个坐禅当成目的 它是工具 工具要用 因为我们已经沉溺在生死大海 你一定要有一艘法船 把我们代理这个生死大海 这是我们要分清楚的 所以禅门的禅 禅就是心 这个心跟性 和为一的时候 奴才听主人的发号私利 自信做主 所有起心动念 必然是念念相训 都是正念 它符合我们的信德 于是回归过来 我一贯到不主张坐禅 那是用我们把坐禅两个字 都定位成什么 定位成坐在那个地方 坊间有一些树油动静 就是这样子吗 一个礼拜来这边坐个五天的禅 坐到最后的结果发疯了 这种案例也比比皆是啊 那是因为我们不了解坐的意思 坐是二人守一土 我们看那个坐字 各位前你好好分析一下 这个坐字 是不是 旁边两个人 中间一个土字 什么叫二人守一土 我们读过弥勒旧谷真经 有这么一句话 什么 正开什么 正开中央物极土 是不是 他谈的是自信 是你要什么 要去守住你的良心本心啊 所以佛门正确的 我们讲佛陀所讲的坐禅 六祖慧能大师讲的禅即是心 他就是我们一贯到讲的 手中手玄的意思 中是我们的本体嘛 我们的良心本性 手就是诚心保守 求到以后 时时刻刻 要维护这个良心本性 不要让他再度因为外在的环境 让我们迷失方向 而做出了损伤于性德的事情 所以谈守中 谈守中也是教我们在二六时中 虚于不离道 既是二六时中 虚于不离道 就是行柱坐卧一直心 他就是慧能大师讲的 理向上的一心三昧了 任何一个宗门 他要打本怀源 对不起 他一定要守中的 所以过去有一个错误的想法 哎呀一贯到不坐禅 那是古天下之大机 那是因为老一辈的 或者一般的人 把坐禅定位成 坐在那个地方 但是坐的本意 不是这个意思 因为他不是这个意思 所以那样的行为 那样的姿势 就带给人误解了 但是要不要去守心 要不守心 这个心就往外去蠢动啊 那个叫做随静流转啊 是不是 所以守中是圣人定静的功夫 在儒门来讲 知子而后有定静安律德 那个知子就是守心 而你要守心的时候 他不是讲吗 事项上 还有什么 还有理向上 事项上 你要能够做人 不要违背了什么 良心本性啊 所以五人观心的定位 以文王来讲 为人父 止于词嘛 为人子 止于孝 这是事项上 我不做了缺德事哦 我没有昧于良心本性 所以我没有 惶恐不安之心 达到了什么 理向上的 一心不乱了 所以定静 不忘律 而凝神器具 那个思绪 不要一直往外耗 过去在很多课里面 后学引用古德 讲的一句话 真正学到的人 他吃得少 他睡得少 为什么 因为人体 85%的饮食的能量 消耗在 邪思妄念当中 睡不肯好好睡 做梦 然后白天呢 就胡思乱想 这些都在消耗 我们的精气神 所以永远吃不够 永远睡不饱 如果我们的心不外放的时候 你只要15% 就足以维持 这个色身肉体的什么 一个正常的运作 那各位前行讲 过去讲 阿罗汉的行者 一个礼拜吃一餐 合不合理 合理 我们以这样子 一个数据的统计 再想想 过去讲 阿罗汉的修行者 一个礼拜吃一餐 人家能够活下去 我们觉得不可思议 那15%跟85% 你看 是不是几几乎 将近六分之一了 所以修得好 就不担心经济的变动 因为吃得少 你睡得也会少 你不需要那么多的 休息的时间 你却能够让你的身体 维持在一个 所谓的龙虎精神 妄念 妄念消耗最多 所以定中生会 通天下万物 而无疑虑 当我们心能够平静 不随波流转 本有的智慧现前 那眼前所有的一切人事物 我们就完全一目了然 你不需要去处心 去想对方想什么 他这个意思是什么 各位请你去试试看一段时间 就是让这个妄念少 妄念少就如同 那个新的镜子 它没有过多的染污 我们去在家里面照镜子的时候 请问你 是不是你随到镜子 就把你的样子给印出来了 镜子有缓一秒钟吗 稍等一下 我准备一下 它没有 为什么佛们用镜子 来形容人的心 我们里面具足的东西 了别的能力 本来跟镜子一样 可是镜子如果脏污了以后 你是不是要大花时间 看清楚 它造的是什么 尤其现在如果雾气重啊 对不对 冷热空气交汇 镜面有一层雾气 在浴室你就看到了 那个镜子造得清楚吗 造不清楚 你要拿手把水气拿掉 抹掉的地方 就把你的面容展现一部分 对不对 那我们的心像一个镜子 太多的邪思妄念 就是那个雾气造在上面 所以你天天在打扫 天天用三宝心发 天天听道理 或者是用其他的 如理如法的东西 去沉淀情绪 让灰尘不沾落其中 你确实有那个本事 人家往你前面一站 讲一句话你就知道 他没有出口的话是什么意思 他不需要里里拉拉讲一大堆 我们现在是人家介绍了很多事情 我还搞不清楚 像那一天 监狱制造后学的随身碟 破掉以后 跟说要怎么样弄 我说你们都不要教我这个东西 因为你教我也不会 最好就是你拿回去处理 东西处理好交给我 到中间我教你怎么样 把手机上电脑 我说你不要教我了 因为王经理教过我 我回去就忘了 他忘了我再教 我说既然你有心我就有意吧 我就把一个一个步骤抄下来 礼拜天上完课 晚上回到家 马上要电击 对不对 才八点多 结果我现在把电脑拿出来 您教吧 忘了 再把我抄的笔记拿出来 我发觉不知道 应该先的动作是哪一个 他在那边弄了快要一个小时 我说你不要弄了 等我下次再去找到人 再问清楚你再学 他说你学个东西都学不好 抄个东西也抄不好 我说不是抄不好 抄得很好 只是我以为我简短以后 我还能够了解其中的含义 所以有一些人他就没有这个问题呀 是不是 所以六通你我本自具足 你有他心有寿命 你有天眼天耳如意通 你可以心想事成 为什么现在一窍不通呢 因为天天都是雾气蒙在上面啊 所以我们天天的时时回光反照 就是把那个雾气给抹掉 那个功能就会现出来 后学的儿子昨天打了一通电话给后学 我就跟我先生报告这件事情 他说真正的动机是什么 我说我不知道 其实我了然于胸啊 我就是不要说啊 为什么打这通电话 他妈妈太清楚了 知子墨若母 外面昏天黑地讲了一堆 没有绕到核心 你不用讲核心 我也知道你绕在哪一个点上打转 所以心清静多好啊 很多东西别人不要多费口舌 但是你要别人不多费口舌 先前就是不要让自己有太多的什么 消耗精气神的那些的思维啊 所以古德讲 我们能够手中的时候 就能够兼住正念 任运自在 你那个念念相续的正念 他会永远保持住 那个叫做兼住 我们现在是一念不留神 邪思恶念就起来了 我中午吃饭 看到素排还多剩了一点 我就想吃吃看 其实我吃饭块就够了 一个贪心多拿了半块 到我吃的时候我就后悔 因为饭吃完了素排还在 所以人都不要起贪念 愿运自在就是当有正念的时候 你处理任何事情 如鱼得水 游刃有鱼啊 所以修道是极为好处的 只是前提是认真修啊 所以我们人在世界上六道轮回 在一切外在境界风的吹动之下 把持不住自己的心 所以就被外面的花花夹紧给诱惑住了 后学常喜欢用生活的东西做比喻 因为其实人的修为的高低 就在生活当中显现了一个端倪呢 你修为高 你是生活的主人 如果你修为不高 你就被生活两个字弄得团团转 有没有这种感觉 光一个困到人家 每一天的柴米油盐酱畜长 你如果没有一个正念 没有一个处理的次第 你就一天以忙乱开始 以忙乱告终 你如果善于处理的人 你会觉得自己好像真的是 隐隐无大事 不是你不做事 而是有很多的空挡在那边 所以静心的好处多多啊 如果不静心就会外面 不来什么静 你就被牵扯到很多 而且因为妄念是有而起 当凡事跟自己的利益 产生冲突的时候 我们就不肯肃其位而行 所以我们在五轮关系上面 有欠缺是这个原因 你会嫌麻烦 我也坦白讲 我很怕麻烦的人 我非常怕 我一听到有麻烦的事情有没有 我就很懊恼 两年前后学的孩子在整理房子 要后学去看的时候 我心里面真的是百般的不情愿 所以等八天整理完了 简单的改装一下有没有 我就觉得如释重负 我很不喜欢一些 跟我修道没有关系的事情 来干扰到我 那些身外的东西 其实在我的角度 一个房子有四个墙壁 有一张床让我躺着 有没有 我就觉得很好了 可是问题在现实生活里面 我们还有很多人际关系的一个对应 所以你就不得不去配合别人的脚步 所以这种讨厌 忙乱的情绪 它也是不对的 你们认为这样是好的吗 它不对 凡任何一个境 你有厌恶之心 它就不对 你要视之为理所当然 于是我们跟任何人 在对应的时候 就不会格格不入 年轻人要年轻的生活的 一个所谓的水平 有它要求的条件 我们有我们适合的一个空间 我们不能用我们的角度 去思维它 而我们的角度就是来自于过去我们的经验 实际上我们的经验 它未必符合于时代 我举个最简单 最近天气很冷 我发觉我们张兄 他就要用一个什么 那个活动型的暖气 是不是 其实就是烘干机吗 那个叫烘干机吗 电暖气 对不起 或许因为没有再用 不是很清楚 他就在那边轰他两只脚 我起来没有注意到 也是夫妻本是同龄鸟 因为只有一台只够轰他的脚 所以他从来没有告诉我这个胶漆 那个可以用的 无意当中站在旁边 发现脚底冒过来一股暖风 那一暖就浑身暖 他才告诉我 那个就是一个电热气 电暖气 等后学发现这个东西的存在的时候 他说明天早上我上班 你就可以拿去用 他怎么不说你现完就睡觉 拿到你的房间去用呢 你们不要认为我都在开玩笑 其实我是在每一个人我对应的时候 让我增强我的那种出离心 对不对 夫妻本事超明了 大难来时各自飞 难还没有来 他就为了自己打算 他讲什么话 他说天气这么冷 我没有办法 我过敏啊 彼此看似堂而皇之的道理 对不对 我都接受啊 何妨呢 冷一冷就冷过去了 我觉得什么环境 习惯了就好 但是你要在每一个对应当中 去亏出那个端倪 不要觉得人家对我们不仁不义 而是你要知道 这个只是一件小事 真的危急关头的时候 舍身起运那么容易吗 杀身成人那么好做吗 对不对 连一个轰脚的机器都不肯给我方便 对不对 妄念多做先生的 要照顾好妻儿的身体 他就不能做到了 是不是 谁叫他今天不来 他来的话有没有 我就不敢堂而皇之的 去勤快害岳飞了 有没有 莫须有的罪名 但实际上 我们可以透过现象界的变化 就不会再坚持自己 应该要怎么做怎么做 因为每一个人对于温度的感觉不一样 对我儿园冷一冷 我就冷习惯了 他没有办法 他会睡不着觉 我觉得床铺软硬都没关系 人多人少都没关系 睡觉吗 就睡觉啊 是不是 有呼声 适应好 只要抓住你呼吸的节拍 我也能够睡着 是不是 他不行 他只要有一点声音 他就睡不着了 这是敏感度 好 美其名叫敏感度 那就是自信里面的适应心理没有开发出来 这句话不是损他 这是真的 自信在做主 走到哪里 睡到哪里 只要于情于理说的过去的 他不会分空间的 注意到古德人家是怎么样去朝山的 一连 数连有没有 是走在荒郊野外 他怎么避寒 怎么避暑 真的自信做主 这种适应心会出来 外在环境对他的干扰会降到最低 所以哪一样东西不是在行住坐卧里面 色验出我们的火候啊 我们就是太执着身体 所以妄念多就有生死轮回 所以求道以后 虽然了解自信出入的门户 但是了解的不表示 你就能够让那个自信 他安住一处 他能够发号司令 所以必须守 才能够出生死苦海 到达涅槃彼岸 所以五祖宏忍大师 他在最上圣论里面 他就讲过 过去现在 乃至于未来的无量诸佛 如果有一个人在阴地修行 他不守真心 而能够成佛道者 无有是处 没这种事啊 这是胡祖说的 所以过去我们说一贯道 不用修不用坐禅 这句话出去了 你会气死多少的圣贤仙佛 你不修你不办 你怎么去开发自己的自信 所以我把这段经文 给各位前贤 把它揭露下来 让你们去看他的原文 他说一切众生清静之心 被攀缘妄念烦恼 这种种种的不正见 类似于乌云所覆盖 如果宁然守心 你专心一直把它收回来 让妄念不起 那自信本来涅槃 何谓涅槃 自信没有烦恼的缠绕啊 你只要心不动念 乌云不覆盖 自信本来就不生不灭 所以这一个不生不灭的真心 自然而有不从外来 不属于修 这就谈到你的自信 就本体而言修不修 那你修的是什么 是覆盖在本体上面的那些肮脏的东西 你要把它清除掉 我们讲插镜子 你插的不是镜子 你插的是镜子上面 所覆盖的灰尘 对不对 但是我们有人说 我们去插镜子上面的灰尘吗 只要讲一个插镜子三个字 我们就知道是什么意思 你不会不插镜面插背面的木板吧 那就是天才儿童了 所以若是心者 你我就是是心的人 当我们求道以后 知道四大甲和肢体里面 还有一个真如本性在当家做主 你了解了这个叫做世心 所以你世心了以后 你还要守住他 不要让他往外面随意的流窜 你就能到达涅槃彼岸 那弥心呢 弥心就是随境流转 弃之则舵三徒 三恶道 所以十条大院的诚心保守 就是手中 就是弹基里面讲的一行三昧 那二宝三宝呢 那个是试的一行三昧的工具 给我们一个入手方法 所以我们活佛恩师讲过 身为天道弟子 应该以三宝心法 作为修行的法门 你不要再找其他的方法了 不要这边听到某某人灌底 哪个地方要加持 哪个地方有黑神通 你就跑去了 你千万不要 你会误入歧途的 三宝心法是最根本 最直接 最简单的修行方法 释迦摩尼佛49年 留下了5000多卷 大小圣的经典 所有经典阐述的内容 围绕着一个核心 叫做戒定会三学 以戒定会来熄灭贪嗔痴 而我们一贯道的三宝心法 就是戒定会三学的一个结晶 所以才讲嘛 你求道以后 不用读经了 为什么 所有的经典都在印证 道要怎么用修的 道的一个应时应运 那问题你跟我 除了我们自己肯定道之外 我们又往外面去成全别人 你不研究经典 我们肚子有东西跟人家分享吗 就没有了 或者我们不研究经典 我们对于三宝的运用的方法 也可能认识的不够清楚啊 所以我们在讲座禅之前 或许把三宝心法的这一段经文 整个抄出来给你们 这是过去 很久以前我们纪工老师 他灵坛批的运文里面 他在无数次提到三宝心法 但是以这一段经文 他解述的最为详细 过去只是一个片段的介绍 他说明师一指点就是玄关 这边叫做授记 是让我们明心 明心以后有没有见性 没有见性 见性是实际阵入的功夫 你要有修行的功夫 你才能够去阵入 所以你理上了解了 你还要后面 行为上的一个配合 但是玄关是一个门 我们要进入连缘佛堂 你要不要跨过那个大门走进来 你不进来这个大门 你不能登堂入室 你不知道这里面是一个什么状况 你站在门外 你就不知道里面的东西 意思是说我们求道以后 我们不往里面探究自己的内心 不往里面去回光返照 你胭脂里面累积了多少的无名忘业 你在勤于打扫的过程里面 扫尘除够 灭一分的无名 长一分的智慧 你才会看见你的真如本性 它原本应该是如何的灿烂以及光亮 所以你不要老是谈一个玄关玄关 手玄是代表什么 它是代表手中 你守着大门口做什么 小偷到你家的大门口就不进去了吗 他要登堂入室啊 因为你的万贯家财在屋里不在外面 你身上的模拟宝珠 在玄关内不在玄关外 理解吗 你不踏进里面 你怎么知道那个宝珠是什么 所以开了正门要往里面走 才能找到真正的主人 你要不要修 你不修 你怎么往里面走 往里面走就是修为的高低啊 你的五字真言的持送 你的合同戒律的一个严谨与否 就攸关你第一宝的运作的时候 你回光返照的那个能力 强不强啊 所以首旋是在行住坐卧当中 收束我们这个身心 因为我们要收束身心 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于 心要住于一个地方 对不对 所以不得不告诉你 首旋这个字 可是你一直把那个玄关给执着呢 你就住相了 所以你把外面收回来 收在哪里 告诉你自信出入的门户 收到那边 可是当你功夫纯熟的时候 你要把这一念给它放下来 不执着了 在行住坐卧里面 悠游自在 都是那一点真心在发号司令 那个叫做不守而守 这种不守而守的一个火候 是来自于我们在二宝使用的时候 从念的一个习惯 最后变成了不念而自念 你在自转法轮 所以这是第一宝 我们技工老师的一个解释 所以首旋就是在送五字真经 它就是迷漏旧古真经里面所讲的大藏经 它不是五字真经 它是五字真经 因为自信离像 我们的五字真言有没有像 有 它有五个字啊 那个叫做五字真经 或者五字真言 正确的说法是五字真言 那你要讲真经也无妨 我们也不需要在那个上面去做文章 但是谈到五字真经 是大藏经 传下当来大藏经 那是你的真如自信 哪有文字像可言呢 当我们能够回过来手中的时候 那就是练到什么 自信佛堂 不颠倒错乱 我日日能够如此 请问你 明天的年颤你还需要参加吗 你没得颤嘛 你没有罪过错 但是现在你不能不颤 因为关个年颤还不够 以后要半年颤还要月颤 那天天在颤 为什么都还颤不出个结果来 因为形式化 制式化 没有掌握住它的精髓了 所以当我们往里面回光返照 是用我们的自信佛堂 献自信心香 所以有一天佛堂没有香了 不要大惊失色 哎呀今天没有香怎么办 你就献自信心香 但是这个是表示我们事先的筹备工作不到 不要因为如此到以后办事人员 那没香没香 我们就献自信心香 初一时我们要准备水果 我们就用自信心香来 供奉诸天仙佛 那个真正在逼得万不得已的情况之下 跟你事情的粗心大意不够严谨造成的 他怎么会一样呢 老天看起信斗念是很对的 所以自信做主 自信里面有万善美德 我们有慈悲喜舍四无量心 我们本来就有宽容心 因为无我吗 还什么不能包的呢 那自信如果做主 你还会伤到人吗 慈是与人乐 悲事拔人苦啊 舍是什么 舍是没有人我分别相 你见一切人都欢喜心 你做一切事 都是一个很欢喜的态度啊 那还需要往外去求功德吗 开发自信就有无量的功德 所以日用伦常 用自信听看 应对一切的事物 这是我们王经理常说的 要用自信做主 用自信听课 自然而然能与天心合 重要的在后面这一句话 为什么我们在讲 般若明通运改时 你的道理明白了 你就能够自自然然趋吉避凶 有里面的不造恶 就没有恶报的现前 还有外面 我们行善的时候 他就感召外面的氛围良好 他有诸佛的一个护辟 圣神先佛会找他的同路人的 所以平常守旋 守本珍惜 祥和之气 会引发善因缘的一个道理 你不用去追着跑 我的好 我的贵人在哪里 上天就把贵人带过来了 这是谈第一宝的一个运作 第二宝五字真言 我们老师这段话讲得真好 他说我们常觉得外面的环境 很喧闹很动荡 变化莫测 是不是 你看昨天的气温达到18度 我到外面觉得比在屋里还什么 还暖和 原因在于哪里 因为外面的温度 它会随着升降 而屋内的温度 你天气刚降温的时候 屋里会比外面暖和 因为它隔开了那个风 可是等一段时间在寒冷 那个屋子比外面还会冷 昨天就在屋子里面 比屋子外面还要来得冷 今天气温回升了 可是晚上又有一波寒流而来 所以我们泰国徐姐要小心 在那边会热的有没有 流汗 这边会让你冷的发抖 晚上大概就7度 再加上雨 那可能体感温度 可能降的四五度都有可能 所以我们往里面去看的时候 你才知道外面不够吵 里面天天吵 分分秒秒都在吵 你觉得孩子吵 孩子会睡觉 他就不吵 你觉得汽车吵开过去了 汽车不在了 他也不吵 可是里面的妄念不停了 他就吵个没完没了 可是你从来不觉得他吵 为什么 因为你天天吵习惯了 这样过去我讲话 都很大声大气 学到以后 有一点想要改变自己的态度 哪一天良心发现了 突然压低了自己的声音 降了八度 我张兄一回来 我说 哎呀欢迎回来 他就走进去了 用一个疑惑不安的心 走进去 我说今天情形怎样 他还听你那个语音不太正常 怎么这么微弱 他有什么事吗 我说没事 他以为在温言暖语之后 会有辅乐加深 我们才恍然大悟 过去的他真的是气味不高 一直在生死边缘的挣扎当中 所以我们没有改变自己 你就不知道过去的自己 在别的心里面 是一个什么的样子 我们没有沉淀自己的情绪 你们要往里面去 发掘自己里面的无名从生 你不知道里面有多么吵闹 里面没有 没有一分一秒的平静过 那里面常常在做风胎啊 所以最吵杂 最不安 最善变的是 是我们自己的心 所以任何时间 场所 行住坐卧 散步 空闲 工作 睡觉 乃至于你上厕所 都可以持念五字真言 这边没有公不公敬 因为五字真言 不可以发出声 如果我们持送 任何一位佛菩萨的圣号 你念出声 那么两个地方你不能念 第一个 你在洗手间的时候 他不公敬 对不对 第二个你在睡觉的时候不能念出声 为什么 睡觉念出声不是不公敬 容易差气 对我们身体的一个气的循环 他不好 可是五字真言不准出声 所以行住坐卧 没有一个空间你不可以念 都可以念 但你功夫念成片的时候 他就不念自念了 他该念的时候他会念 什么意思 他知道当下后面会起妄念 他就会开始运作 当你不起妄念的时候 他根本就不动 所以我们如何练出这样的功夫 这就是你的入手 你一天最少花一个小时 怎么去练 你去读书 你去诵经 所谓的读书是要读圣贤 先佛的意理 你不要拿那个所谓的侦探小说 那些的什么的 什么情爱的小说 有没有 那个会越看你心越乱的 你用任何的方法 让自己坚住正念 不要往外面去跑 他这个功夫就出来 如果最快速最简单 就是你在外面运动的时候 你就开始念 但是要持之以恒 要不然有没有 他很快又会打住什么 又恢复到你的原位了 所以这是收束心念 不让心散乱的最好的方法 那为什么要收束心念 五字真言的功能在这边 所以万法重新生 吉星是净土 这两句话有没有问题 没有疑惑吧 烦恼从这边生 快乐幸福也是这颗心 在那边做主的嘛 所以如果你面是充满的真善美 这颗心当下其实是佛国净土 所以默念五字真言 就是要帮助我们 你二六十中 不要那样子积极 一心一的往外面去求外面的佛国净土 遇到有事 这边拜佛 那边拜神 没有用的 那没有用要不要拜 拜是为了表达一个恭敬心 表达一个学习的心 你拜的动机在于哪里 你要他保佑你 你就不要妄想了 因为你心不正 你不是他的同路人 他有慈心 也不能够颠倒因果 这是佛 因果是宇宙万有最高的指导原则 无一物可以预约了因果的一个规矩范畴 那你明白了就知道了 我拜佛是为了什么 是为了学佛 是为了表达恭敬心 拜神也是如此 不是为了求个人的福利 所以当我们不往外面去盲求的时候 回归到里面 创建我们的自信净土 所以我们如果功夫到位了 能够安顿自己的新的世界 心够安静 身就不会乱动 那么外面环境 你管他是怎么样的一个风雨交加 天摇地动 你有的是安和宁静 我们看过过去有一则新闻 在九二一大地震的时候 有一个富道人家 埋在地底下八个多小时 把他挖起来 他安好无恙 八个还是十八个小时 我忘记了 人家都以为已经没有活人了 他最后被挖到的时候 居然还能够活下来 而且精神良好 他说他在地底下的时候 他就一直在持念大悲咒 因为他平日有持送大悲咒的习惯 四肢已经被绑在地底下了 不能移动 所以他没有造乱 造乱空气就不足 所以修学次第 平常养成的玉境不慌乱 所以他遇到事的时候 我既然出不去了 仅有了空气就这些 他就干脆默念五字 默念大悲咒 默念大悲咒 刚好上面的水管破裂 破的也不够大 如果很大不把他给淋死掉了吗 他又不能够去翻身 刚好就漏一点一滴水 就漏在他的嘴巴的位置 漏在眼睛还没辙了 那滴水就穿眼了 所以你看一看 有没有保佑 有 十几个小时救出来 完好无恙 所有身上有被那些石块 压在那个地方 所以正经心重不重要 处便不经嘛 但是这种功夫是一说就到位的吗 不也是我们日以继夜锻炼出来的吗 所以合同 合同教人见相名利 所有的修行按部就班循序借记 前面说过不可以落斗 然后在学习的过程中 最重要的就是戒律 就是规矩 就人道而言 我们在日常生活角色的扮演里面 已经问心无愧了吗 就天道而言 我作为一个天道弟子 我要与人乐 我要拔人苦 这个责任我们有负起吗 我修道然化人心为良善 记世界于大头 你要起一个带头作用 你没有威仪 你有说服力吗 所以言语动作不可以出笔啊 他就有威仪了 他就有气度 气度就是我们讲的一个气质 而这个气质就来自于 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 非佛言不言 非佛行不行 不放纵自己的六根啊 所以威仪来自于规矩 规矩就是理 理就是戒律 戒律是登天的天地啊 各教圣人所讲的如出一辙 一个人如果不守理 不守规矩 行为失去准生 你要登天 要成道就难如登天 这个跟马太福音的那段话 是不是一样的 一样呢 而这是我们技工老师讲的话 所以河童也在启示我们 这段是我加上去的 因为河童的意思还不仅仅如此 就你的修办道的历程 我要练武之真言 我要一个责任的负气 都要有始有终 不可以半途而废 修行本来就不是一蹴而成的事情 越难得的东西 它越要利用一些时间才能去换得 所以不论外在环境怎么变迁 我们坚持自己正确的方向 我们不退道 那么我们就必然会有成功的时候 这是我将我们技工老师 对于三宝心法的解说 跟各位前嫌分享 因为你们就可以用这一品 去对应我们的做产品 所以师事重云 这是惠能大师说 此门做产 原不看心 亦不看尽 亦不是不动 这个我一开始就解释了 看是一个患智的作用 看是人心看 对不对 OK 我自信如果朗现于外 没有乌云的覆盖 它就没有好坏之别 我还需要看吗 所以假手换智 助心看尽 假手 借由这样一个因地修行的方法 换修 因为自信本不用修 现在修叫做换修 等你觉悟以后才知道 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吗 可是因地修 它会变的都叫做幻化 那这个是仁邪中的顿剑门 这是你看仁邪经 你看为事 你会看到这个 里有顿悟是要见心 所以如果你不明白 你就以惠能大师 去看仁邪经 用仁邪经解谈经 你就会出问题 这两个东西 一个是六祖说的 一个是佛说的 你会说哪一个说错了 两个都没有错 两个对应的人 讲的义礼 它不一样 但是万变不离其中 那前面六祖讲嘛 此门做禅 禅门是什么 禅门是顿顿门 常讲当头棒喝 顺话头 对不对 你真的顿悟的话 连话头都不用参 是不是 所以永家大师 正道歌里面有一句话 就是顿顿门 顿顿门就是 明是一指 当下有妙 我就见信了 以禅门了却心 直入无声之见利 直入心远顿见如来 那是顿悟的人 所讲的话 可是拉回来 你要不要慢慢的回光返照啊 你要不要动用三宝啊 要 到了有一天 我们快要变成等觉 快要变成像慧能大师的时候 你就不用了 明是一指 啪当一声 豁然开朗 现在你要 所以这是顿顿顿见 顿悟就是什么 什么叫顿顿 一念顿悟 本有法身智慧 再也不取向了 你我哪做得到啊 所以谈经的座禅 是针对这样根气的人而言 那顿见呢 顿见就是你跟我 我们接受明师一指 已经明心了 明心以后 你还要什么 要见修 见修 因师薰习之力 这个师 就是三什么 三不离 不离佛堂 不离经典 不离善知识 藉由这三个管道 得取正确的毅力 往里面回光返照 为什么 因为尽管我们了解 我们有一个真如在 但是累世的无名积息 让那个真如被绑手绑脚 不能做主 所以我们要观诸法因缘声 诸法因缘妙 因缘面 在这样观的过程里面 我们那个出世的出离心啊 才会渐渐增长 所以先解刺刑后证 这个叫做顿剑 也叫做剑顿 但是殊途同归了 那这次我们约略明白就好 年轻的讲师需要资讯的 反正我资料就摆在连缘这边 你们copy回去就好 那不然就是我们领讲师 他也会po在那个YouTube上面 我若言看心 心缘是旺 我看到我的心念如何变化 那个会变化的是旺心是人心啊 既然是旺你何必要看呢 对不对 真心又理想没得看啊 所以知心如幻 故无所看也 但若言看性 人性看静 人性本静 只是妄念覆盖在真如 但无妄想 性自清静 他在告诉你 离开妄想 自细清静 哪需要看呢 如果起心看静 还生静忘 又多了一层的功夫啊 所以妄无处所 看处失望 妄从哪里来 眼睛看到会来 耳朵听到会来 甚至六根现在都没有看到听到 想起了前程往事 莫名其所以然的情绪就浮起来了 会不会 会 过生日了 哎呀 这以前啊 想当年刚结婚 没结婚的时候 过生日 先生都第一个想到我 现在 好像从来都没有提到这件事情 这样一比较有没有 就开始心酸了 昆道最喜欢玩这种小把戏 好像给你一个生日蛋糕就表示你 在他心里的位置很重 你不知道一个生日蛋糕 三百五百就解决掉了吗 那个浓情秘义 不是用钱的数字可以解释的 假如我做先生 我就把这句话写在 梳妆台上面 所以静无形象 确立静象 严是功夫 这谈你究竟了悟以后 你要把那个修行的执着给他放下来 不是说不要用 做此见者 仗字本性 却被禁服 因为他这段话就是 佛门里面这样的能跟所 八世里面阿赖耶士的能见分 所见分 那是阿罗汉以上等级的人在破的 谁在看 我在看 看什么 看那颗心 能看的是我 所看的是一个静 有我有静 能所相对 他就出问题 他不是本性 自信无我 自信离一切静 他没有染污 他怎么有能所相对 可是你在人间修行 要 我一再提示这一句话 你不要把果地的东西 跟阴地的修行扯在一块 扯在一块 最后就变成断灭空 完空了 所以善知识 若修不动者 真正不动 不是生的不动 而是我们的心的不动 心要不动 见一切人时 不见人之 是为是非善恶过患 即是自信不动 这个不见 不是看不到 是心中了然于胸 但是不因为自己知道 而起分别的对待 所以善知识 迷人声衰不动 开口便说 他人是非长短好恶 与道相违背 这大概就在说我了 一开口就在数落别人了 还在想练这个练那个 是不是 若看心看尽 即仗道也 这次才你注 你对一个法有执着了 所以 师事众余 他善知识 什么叫作禅 此法门中 无障无碍 外于一切善恶境界 心念不起 名为作 然后 外面对境 心不起 里面就自信不动 对不对 心 生静 静 千辛 心跟静 你可以相对的提升 只要离开了那个我值 你也可以相对的往下沉沦 只要你去加重我值 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 离开对一切尽的那种不平等的分别 你自然而然 不用手 那颗心也不动了 你发觉对我们 我们没有兴趣的东西 你就不动心 过去我们没有亲口 我们会帮人家买香烟 买洋酒 对不对 现在你出境入境 你会逛这个吗 不会 现在基本上连那个大 那个所谓的飞机场的贩卖地方 我们都懒得去 以前还想要试吃 现在觉得连试吃可以免掉 因为它昏速 我们有时候搞不清楚 所以你要的越少 外面能够影响到我们的就越少 所以守字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善之是和明禅定 这边解释真正的禅定 外离相 离相是见相离相 内则不乱 外若着相 内心极乱 外若离相 心极不乱 这个应该不需要再解释吧 再解释 就把你们从小学生 又打回到幼稚园 下课你们会抗议的 所以我们的自信 本来清静 本来不乱动 只是渐进 思进 极乱也 前两天看到新闻报道 年货大街 我活了62个年头 我都不知道年货大街是什么样子 就像我一直不知道台北车站的那个 前面有个地下街是什么样子 我曾经想去看看什么样子 结果进去45分钟出不来 我没有方向感啊 我就在那边一直绕一直绕 45分 在那个地下里面 走不出地面上 结果我们沈讲师沈丽美 从马来西亚出来 马来西亚来台湾 根本没去过那个地方 人家进去马上就找到路出来了 怎么差那么多啊 所以我在那边 为什么会有机会进去 我去南部讲课 坐火车 搭那个地方的车子 结果他到地下室 惨了 我找不到出来的路了 我三点钟到 三点45分才跑到台北火车站 大厅中间 你看看 这个人啊 这个智慧真的很糟糕啊 见境思境极乱 若见诸境心不乱者是真定 所以善知是 外离向就是禅啊 心不乱没有无名覆盖 心就现前了 禅就是心啊 内不乱即定啊 这个叫做禅定 禅定就是心定的意思 所以外禅内定 叫做禅定 剩下的 我们在下一堂课 再跟各位前嫌分享